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我们足迹一起来探索世界 赶快看一下今天要飞往哪里呢 来到这里即能感受到新旧交替的圣地风情 一探阿拉伯世界的神秘面貌 今天跟着世界足迹 我们即将前往约旦情千四万里 约旦还有什么特色呢 赶快来看一下 富凯 你怎么说 这叫有金哥 我们要介绍约旦这个国家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 四千五百 在西文泉四千五百年呢 在约旦的北方杰拉什古城呢 这是一座融合了希腊罗马 还有阿拉伯东方风格的一座古城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古城之一 有中东庞贝这个美名 还有一个特色 世界南高音 帕华落地 也曾经在这个世界历史的舞台上 唱过一歌喔 台湾到约旦的距离是 八千两百四十公里 累积到四万里就可以获得 亚洲来回金毛衣裳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哪两队来累积里程呢 首先欢迎的是 由博弈奈你的风之错约队 来 风之错约队由陆中林 蔡琼轩 黄志轩所组成 曾前往约旦旅游的中林 不但了解当地风俗民情 还出了旅游书喔 今天的比赛肯定是无人能及 这个厉害的啦 这个张杰是你写的是不是 对 这个张杰是我写的 我们在2012的时候 跟一些朋友有去约旦 还有以色列玩 在那边呢就是有 譬如说被当地人骗啊 或者是有跟当地的 被读音乐人就有交往朋友 重点是因为我在 瓦迪罗这边 有平时的经验 那是我们在走一个 巨桥的时候 我差点从上面掉下来 其实我已经失足了 可是就有个神秘的力量 把我推回去 就是我就跟了其他一些朋友 就是写了这本书就是 这是什么啊 从中亚到南极 平衡鄉民的冒险 全场唯一去过约旦的陆中林 贏定了... 贏定了... 欢迎不是歌乐队 欢迎 耶 接下来 欢迎唯一代理的 信誓旦旦队 没错 信誓旦旦队由林家俊 许邦渝 吴思维 三位一同组成 虽然没到过约旦 但事先已做足功课的他们 对这次比赛相当有自信 今天能顺利获得里程书吗 加油了 欢迎清资战队 好 马上进入我们 第一个单元 数据看国家 数据看国家 透过五个数字 了解一个国家与地区 地球中浮现的数字线索 延伸出题目 率先抢达到并达题成功的队伍 即可获得一分 赶快看一下 有哪五数字跟约旦有关系呢 是的 就是这五个数字了 好 请问第一题会出现什么数字呢 出现的数字是七 七代表什么呢 约旦的首都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 沿着七座山而建 问你来了 请问 下列何者是约旦首都呢 在约旦首都呢 是 好 好 欲输者什么 不打 西部队伟 请讨论 我们先讨论 好晕啊 我逃 突然晕的 阿姨 请讨论 好 那你回答 请回答 安曼寺 安曼寺 风之作业队 对 约旦的首都 建在约旦的西北边 它是在这个沙漠跟约旦河谷 旁边的一个丘陵 它沿着小山建成的一个首都 所以叫七山之城 答案就是安曼寺 恭喜大队了 我们来看第二题 会出现什么数字呢 好 出现的数字是1990 先来看一下电视场的图片 这就是安曼寺最大的 阿普杜拉国王清真寺 建于1990年 是 请问这个清真寺的两个高塔 除了做礼拜用 还有什么用途 一 发电 二 确认方位 三 夜间照明 四 临时庇护所 会有什么用途呢 凤之座一队 请讨论 我猜就是二个 确认方位 二吧 我猜不是 但我会觉得是 对 用了礼拜 一百块 谁 我们觉得应该是 可以让他们有一个 就是做礼拜的方向 所以是二 确认方位 我们这里 答案就不太一样了 对 我们这边选的答案是第三个 第三个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晚上就是比较暗 因为那边也比较 没有什么其他就是都市聚集的地方 所以那边要就是有一个照明的作用 这样 像一个灯塔 指引一个方向 到底是确认方位 还是夜间照的作用呢 其实阿普杜拉国王清真寺呢 因为这个屋顶啊 是用蓝色的马赛克拼向二层 又叫蓝顶寺 那到底这个高塔还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就是 确认方位用的高塔 恭喜风之庄的 打得好 好 来 第一题 好 我们看第三题会出现什么数字呢 出现的是 5 5 5会代表什么呢 这个5代表的是五个国家 约旦是一个内陆国家 表示他不靠海 那乡里有五个国家 问你来了 请问乡里不包括哪一个国家呢 1 叙利亚 2 伊拉克 3 巴基斯坦 4 以色列 哪一个国家呢 请问哪 信誓特别的 来 请讨论 请问哪 第四个 以色列 以色列 我们来问一下风之所约队 巴基斯坦 到底哪个国家没有相邻呢 覆盖 我们先来看一下约旦在哪里好了 好 这一块 约旦在这里 下面这一块 大大的约旦 上方这里 叙利亚 有黏着 打钩 紧接着来到这边 伊拉克 也有黏着 打钩 来到了沙烏地阿拉伯 有黏着 打钩 身体一让 重点来了 以色列 也有黏着 打钩 所以说你们选以色列 Sorry 答错了 答错 好可惜喔 真的耶 接下来第四题 就跟难民有关系了 我们看一下 会出现什么数字呢 好 出现的是 65万 跟统计 约旦境 大约有65万的叙利亚难民 请问 什么地方成为约旦最大的难民营呢 第一名念起来都蛮可口的喔 翻译过来的 翻译过来的 没有啊 谁是我念的 其他拿 你怎么配色 賴皮 都笑我一票 什么賴皮 怎么了 他賴皮 什么 就是 他怎么賴皮 他请讲答案 自己按 自己讲自己答 后来是答案的 是我讲答案的 对 公司作业对 请讨论 但不一定是答对的 真的 对 一讲他们就开始一直讨论 对 选一 一 扎塔里 扎塔里 到底是哪个地方呢 富凯 是的 这个难民营的位置 在约旦跟叙利亚的交界处 而且目前已经收容了超过 12万名的难民 这当地呢 其实呢 也因为这样子 成为了第四大的城市 一直世界上最大难民营之一 那在2012年呢 慈济克福万难进到了 这一个难民营 用尊重跟直接的方法呢 把我们生活所需的物资 直接给予了我们难民需求 答案就是 一 叫塔里 对 没有错 恭喜你 好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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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 会出现什么数字呢 出现的是数字3 先告诉你们 一 是沙漠的明珠 二 是地球的肚脐 约旦有一个 池海 是地球上岩分第三高的咸水湖 请问 池海又被称为什么呢 是沙漠的明珠 还是地球的肚脐呢 请问他 哎呦 哇 信是对 请讨论 应该是 啊 为什么 地球肚脐 我记得是在澳洲 好 我们知道了 没关系 来 请告诉我们答案 方宇 答案是一 沙漠的明珠 沙漠的明珠 是 孙子昨天有没有答案 地球的肚脐 地球的肚脐 到底是沙漠的明珠 还是地球的肚脐 我们一二三 告诉你们答案了 好 好 来 一 二 三 農家庆 答案是 你刚刚怎么会说 你刚刚怎么没有答案 这死海呢 位于约旦跟以色列的交界 水中盐分很高 一般生物根本没办法生存 所以它叫死海 但是它因为地域海平面 四百二十米 它是地球最低的地方 所以又被称为地球的肚脐 凹陷陷阱 凹陷阱 凹陷阱 是凹陷阱 所以对不起星子弹阱阱 你们答错了 欢迎 沒關係 加油 忠林事实上到过死海 对不对 对 我有去漂浮过 照片 真的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那个照片 不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就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旅游手册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去也不是季节 那天其实是狂风暴 然后我下去的时候 看别人好像很顺利 可是我们其实在海里头 我在海里头翻了好几圈 还有另外一张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 它是结晶的盐 就其实你走在那里 靠近岸边的地方去 看到很多很多这种 也是结晶 它不是只有咸 它那个水还非常的苦跟辣 因为它非常非常多的 矿物质在里面 对啊 那它这些矿物质 其实提供他们当地也有不错的 一些产业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油或什么 人就可以浮起来 是可以浮起来 可是你不一定头朝上啊 你不一定头朝上 你维持那个方向 其实还蛮困难的 其实懂得控制平衡 对 好 谢谢陆小姐 叉叉叉叉叉 透过以上的数字题 我们了解到 约旦的古文明 但是也因为地缘的关系 让约旦成为附近的国家 跟地区难民庇护属 但是也因为这样 他们其实当地 也是缺乏很多 物资以及粮食的 我们曾经的志工 比较紧张这个情形 也加入援助的行列 在继续往下跌之前 赶快看一下 两队目前的成绩怎么样呢 不敢 好的 在第一个单元呢 我们的风之错约队呢 得到了 2分 我们的信誓旦旦队呢 在第一单元得到了1分 加油 好 差距不大 两队都继续加油了 马拉西提下个单元 世界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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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仔细看VCR 屏幕将从影片中延伸 率先抢达到 并答题成功的队伍 即可获得1分 请看第一段VCR 2011年 敘利亚境内爆发武装冲突 敘利亚人民 纷纷逃往邻近国家 尋求生存的机会 内战的耗损 使难民身心俱创 孩子们更是被迫提早长大 14岁的阿珊 随着母亲与兄弟姐妹 从战乱的祖国来到约旦 小小年纪的她 忘怀不了目睹 内战残酷的景象 只能将恐惧寄托在 跆拳道上 昨天有词 我们在历史上 我们在历史上 离开家 我们在历史上 离开家 我们在历史上 我们在历史上 Але不必要 我认识了自己的动作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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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山家 从叙利亚逃到约旦安曼后 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欺身之所 但却是家徒四壁 慈激之公接到消息后 为他们募集了一些二手家具 并且提供毛毯及食物 还张罗了生活必须的瓦斯 及暖炉 让他们在约旦的家有了温度 在约旦安曼后 可以安心地在约旦生活下去 慈激之公更协助没有难民症的他们 早点取得证件 让哈山一家人 可以安心地在约旦生活下去 旦旦真的很可怕 对 不但会造成很多伤亡 还有造成很多人的无家可归 对 在约旦就有这么多的难民 他们希望能够有很好的七三之所 是 好 题目来了 请问哈山他透过什么方式 克服内战恐惧呢 记得答 按这么快 请讨论 就看到了 这么简单 对 交给你 答案绝对不是看心理医生 我看你快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吧 差不多了 答案是 你怎么怪怪的 开心吗 志轩说 答案是 三 练台拳道 练台拳道 是不是练台拳道呢 赶快来看一下解答 比奇啊 我认识我们在俄罗里 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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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 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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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 忍耐 哎呀 敏耼 我不能忍耐 不忍耐 好 所以恭喜凤之座一队答对了 厉害 有注意看BC都知道了 真的 好 我们还有第二段影片 来 请注意看 2013年中东地区 受到了爱勒沙暴风雪的影响 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 让只能靠着 勃勃帐篷过冬的叙利亚难民 日子可说是更加难熬 以和前夫离婚的纳杰拉 带着女儿一路从叙利亚德拉 辗转逃到了约旦北部的南萨 唯一的栖身之处 就是一个不到八平大的帐篷 此季约旦分会在大雪来临之前 分别在安曼和南萨地区 针对难民发放瓦斯暖炉 及毛毯等预寒物资 约旦前几天开始下大雪 就是心里一直奠念的难民 在帐篷期会非常的冷 所以今天能过来这边 把这个两个炉子煎出去 其实就是把一个心放下来 我一直在吃烤饼 去吃烤饼 我们在吃烤饼 吃烤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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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针对境内的叙利亚难民 进行定期的关怀 透过释放也了解难民的需要 为这些颠沛流离的叙利亚人民 带来一丝温暖 是的 在影片里面我们看到 当地在约旦的难民 他们生活的情况 现在我想问一下两队 这个信誓旦旦队没有去过约旦 但是有好朋友去过约旦 可是你们有了解到 难民的这一面吗 看到今天的影片 你们有什么感觉 觉得他们很可怜 就觉得有能力的人 就多帮助他们 没办法的话 也就是请能帮忙他们 对吧 就是能给物资的话就给物资 对 能也想去帮助他们 有机会玩的话 就可以去亦去帮忙他们 对吧 好 掌声鼓励一下 各位问一下 唯一去过约旦的陆忠林小姐 我们去观光看到都是 最他富丽堂皇的地方嘛 那刚看到其实是很震惊 而且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女儿 所以看到他们的小孩在受难 会觉得很难过 那还好有人去帮助他们 不然的话我会真的会替这些小朋友担心 人机几机 人腻几腻 对 真的 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 还有我们实际针对他们的需求 给了他们适当的援助 同时实际的志工 陈秋华师兄 也帮助了那个刚刚前一段影片的哈山 他有办法这个学跆拳道 让他从这个 你看他做梦都会梦到那个战争的 战争那个情况 让他学跆拳道 能够走出他这个恶梦 早日 早日脱离这个阴影 跟这个苦难 好 题目来了 请问 2013年中东地区受到了百年大风雪 请问是以下哪个暴风雪 1 爱勒莎 2 乔纳斯 3 尼克伯克 进场了 竞争的请讨论 怎么了 听到 当然 这个笑容很开心 对啊 请回答 答案是1 爱勒莎 爱勒莎 好 是不是爱勒莎呢 富凯 2013年的这场暴风雪 让中东下了非常罕见的大雪 包括了约旦 叙利亚 以色列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甚至在约旦也下了深度 45公分的积雪 非常的可怕 对 答案就是1 没有错 恭喜 恭喜 好 第二题 请问 实际约旦分会 在大雪的临前 替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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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雪来临之前 分别在安曼和南萨地区 针对难民 发放瓦斯暖炉 及毛毯等预寒物资 替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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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我經歷過零下二十五度以下 這麼冷啊 對 我差不多零下四度 零下二十幾度的感覺就是 你踏出去 如果你保暖措施做得不夠的話 三分鐘以內你會覺得 露出來的部分全部不是冷喔 是刺痛 對 是刺痛的感覺 會很痛 所以在這樣的寒冷的天氣 如果有送一個暖爐給你 你會覺得多開心 沒錯 我們其實就是要送這份溫暖 而且找到他們真的需要的 來幫助他們 是 所以恭喜信任隊答對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兩隊的總成績怎麼樣呢 富凱 經過了兩個單元之後呢 風姿錯約隊得到了三分 我們的信氏蛋蛋隊呢 不再是蛋蛋的哀愁 他們也得到了三分 富凱才兩隊是平手 根據本節目的慣例 兩隊平手 兩隊都可以同時獲得里程數 都可以同時獲得 3240里的內地獎成 離這個四萬里的機票呢 又越來越近了 再掌聲鼓勵一下啦 還好 相信都快拿到了 對 今天跟著我們的足跡 我們踏上了約旦 2011年 敘利亞爆發內戰 許多難民紛紛涌入約旦 約旦雖處艱難困境 但是基於人道立場 收容難民 而慈激約旦分會 也在當地展開了援助 除了關懷的境內難民營呢 志工們其實也到了 北部的扎克市的都立爾醫院 以及三間約旦醫院 重傷患收容中心 也提供了衣服 日用品 還有蔬果 而在2016年 慈激志工從約旦首都安曼出發 到伊拉克和須利亞的邊界 橫跨350公里 為難民準備了糧食及物資 再次恭喜兩隊都獲得里程 好 相信電視節目的觀眾朋友 也很想來報名 怎麼報名呢 歡迎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可以公司好像組隊 或是你自己來報名 詳情可以見我們的粉絲專頁 好 今天我們到了約待 下一次我們要去哪裡呢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了 期待的話就要鎖定我們節目 跟著我們出機 我們一起情節四萬里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